今天就写这两个 然后后面还有两段,下一次再来看 然后最后请注意一下 存档的时候,请特别注意 因为前一个档案的话是 Essal 2003 的版本 Essal 2003 那时候没有区分说 有无聚集的负档名不一样 所以特别注意 可是Essal 2007 以后的版本就有区分 所以如果你现在,假设按4的话 那你刚刚写的Essal,里面的VBA就会消失了 记得,如果你有写VBA的话,一定要写按4 因为预设是无聚集,无聚集意思说没有VBA 也就是你存档之后VBA就会被砍掉 那你一定要按4 4的话浏览一下 浏览之后的话,特别是关键的地方在这里 存档类型 请记得一定要选择哪一个呢? 启用聚集的活跃部 这个选项 再把它存档 有什么差别? 最大的差别是 预设是XLSX 副档名是这样 启用聚集的活跃部的副档名是XLS SM 因为我们这边应该没有把副档名的选项打开 所以看不到 记得就是改这个 改这个启用聚集 选错的话会怎么样? 很抱歉,你VBA就白写了 找不找的回来,找不回来了 就不见了 这一点我特别顺便讲 因为这有 我忘了讲 如果同学一说 下一次打开,怎么不见了 OK 那储存 可是你会发现 储存之后有什么差别? 其实用大的图示来看可能会比较清楚 存档之后 这个是金碳号 XLSM 这个是原来的 XLSX 差在哪里? 金碳号部分 等于是说另外再存一个档了 这个是有VBA的 这个是没有VBA的 可能要注意一下 不然的话存错档 那你刚刚做就做白工了 OK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今天的话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先讲一下 再来其他的范例 如果各位有兴趣 云端上其实都有答案 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不过其他的题目 非常困难 我们之后有机会再回头来看 OK 那 所以要还是解决问题 下一次我们再针对那个逻辑函数 再来做说明 OK 那今天的话 就先到这 一样 如果你需要复习的话 请你自行再加入到论坛 那我会把今天的影片 上传 产生清单 贴到论坛 你就会收到了 OK 大概是这样子 谢谢 谢谢 谢谢